上个时间学生在操场运动嬉闹 但在同个地点 周末却惊喘有人玩刀架住 学生紧步 家长气氛在脸书发文 儿子和同学在台北北投某国小玩 但却在操场旁遇到两名陌生少年 拿着蝴蝶刀耍帅把玩 甚至将刀子架在儿子和同学脖子旁 让家长气得痛骂 没想到治安插成这样 消息一出也引发民众恐慌 会有点担心吗 会啊当然会啊 所以我们像我们小孩子 我们蛋都是会跟着 蝴蝶刀这种危险的东西 小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死地的话 如果上关机上到这些罪状 就有募集民众回应 说看到两名孩子拿着刀子 叫另一名孩子跪下 但老公说怎么可能是刀子 认为是他看错了 另外也有家长控诉 日前在学校旁公园 看见有少年玩水球抛在空中 吃蝴蝶刀刺破 蛮夸张的 怎么能确保说他们如果 因为刚好就是吵架 还是一言不合 他们拿出那东西 其实是非常危险 我们有跟他取得联系了 看我们的监视录影带 可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 他们所谓的这个状况 校园内发生迟刀事件 警方初步比对 招架脖子的是校内高年级学生 而迟刀把玩的还在查明身份 但本该是安全的校园 如今却让学生心里留下阴影 俗信事发当下没有受伤 不过已让全校失神家长都吓坏 记者张正明彭新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